大家好,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上月郑博教授所著的 医学教授教您蛋白质的最佳摄取方法这本书。 如果您最近容易感到疲惫,难以控制食欲, 腿脚逐渐衰弱,心情也时常低落, 那么您可能需要考虑是否摄取了足够的蛋白质。 蛋白质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营养元素,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结构和生命活动。 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,会导致身体和精神上的诸多不适。 本书将帮助大家更深入了解蛋白质的重要性, 帮助您延长健康寿命。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。 第一,现代人的蛋白质摄取不足。 第二,最新研究揭示的最佳蛋白质摄取方法。 第三,通过蛋白质进行减肥。 首先是第一部分,现代人的蛋白质摄取不足。 蛋白质的英文,protein来源于希腊语,protos, 意为最重要的。 这一字元说明了蛋白质在人类生存中的关键作用。 事实上,蛋白质是维持我们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 我们的身体由水分、蛋白质、脂质、矿物质和微量糖类所组成。 这些成分共同构成了骨骼、肌肉、脂肪及其他组织。 在这些成分中,水分占据了最大比例。 成年人体重的60%以上是水分。 以体重60公斤的人为例,体内大约有36公斤的水。 而蛋白质大约占去除水分后体重的43%。 这意味着一个60公斤重的人体内大约还有10公斤的蛋白质。 这也充分说明了蛋白质在人体构成中的重要性。 尽管碳水化合物、脂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素也很重要。 但在构建身体组织方面,蛋白质是最关键的。 它的主要功能包括,一,提供能量。 二,构建身体的组织。 三,调节身体功能并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。 首先,蛋白质能够在糖类摄取不足时为身体提供能量。 其次,蛋白质在肌肉、内脏、皮肤等组织的构建过程中至关重要。 例如,肌肉中去除水分后的重量有80%是由蛋白质所构成的。 此外,酶、激素、抗体等也是蛋白质的衍生物。 蛋白质几乎参与了人体每个部位的运作。 因此,一旦缺乏蛋白质,身体的多项功能都会受到影响。 然而,近年来,现代人的蛋白质摄取量在逐步下降。 以日本为例, 2019年,日本人的日均蛋白质摄取量为71.4克, 与50至60年前相当。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, 蛋白质的摄取量一度大幅提升, 并在1995年达到高峰。 但此后便开始迅速下降。 如今已回到1970年之前的水平。 这一趋势的背后可能有多个原因。 例如,人们对肥胖的恐惧,追求瘦身,减少饮食摄入。 甚至由于健康意识的提高,而避免食用高热量的肉类。 此外, 今年流行的16小时进食法也可能会导致蛋白质的摄取不足。 蛋白质摄取不足不仅会导致肌肉的减少, 还可能引发肥胖、色斑、皱纹、脱发、贫血、感染症和抑郁等问题。 因此,保持充足的蛋白质摄取至关重要。 适量的运动也是维持肌肉健康的关键。 尤其是那些正在进食或减肥的人, 应该通过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来替代零食。 确保摄取足够的蛋白质, 即使减少总的食物摄入量, 也要保持蛋白质的摄入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最新研究揭示的最佳蛋白质摄取方式。 首先最开始需要提醒大家一下。 第二部分的内容仅适用于没有肾脏问题的人。 如果你有慢性肾病或其他需要控制蛋白质摄取的疾病, 请务必遵循医生的建议。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蛋白质的摄取量。 这个量会根据个人的运动习惯、身高、体重等因素有所不同。 因此,我会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一些个性化的建议。 对于进行力量训练并希望增加肌肉的人来说, 研究表明,每公斤体重摄取1.4克至1.7克蛋白质是有效的。 而对于耐力运动,如常讨的人, 每公斤体重摄取1.2克至1.4克蛋白质即可。 进行轻度运动的人,建议每日摄取0.8克至1.1克。 中等强度的运动者为1.2克至1.4克。 高强度运动者则需摄取1.6克至1.7克蛋白质。 因此,不同强度的运动需要不同的蛋白质摄取量。 为了方便记忆,建议大家将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取1.5克蛋白质作为一个大致的标准。 此外,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, 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取1.0克至1.25克的蛋白质较为合适。 如果因受伤或减少运动量,而担心是否应该减少蛋白质摄取。 作者建议,尽量保持蛋白质的摄入量不变。 即使总热量摄取量降低至平时的70%至80%, 蛋白质的摄取量也不应减少,以避免肌肉的流失。 目前,现代人的蛋白质摄取量普遍不足, 因此您需要有意识地增加其摄入量。 目标是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取1.5克蛋白质。 关于过量摄取蛋白质是否有害的担忧, 尽管存在着分歧, 但作者认为,对于健康的人来说, 只要不过量摄取,通常不必太过于担心。 针对肾功能下降的研究, 大多是对已有肾脏问题的人群进行的。 健康人群即使在体检中, 积酸肝的数值较高, 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肾功能受损, 可能只是由于肌肉量较大所致的。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报告也表明, 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, 蛋白质摄取过量会导致肾功能问题, 因此也未设定蛋白质摄取的上限。 许多专家认为, 健康人群应积极摄取蛋白质。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下最佳的蛋白质摄取方式。 首先要注意的是摄取蛋白质的时间。 作者建议, 早晨摄取蛋白质最为理想。 原因有两点。 一,蛋白质的热效应较高, 摄取后能量消耗多, 能促进新陈代谢, 帮助打造不易发胖的体质。 二,睡眠期间, 体内蛋白质逐渐会分解。 早晨补充蛋白质可以维持身体的平衡。 关于力量训练者, 何时摄取蛋白质最有利于肌肉增长的问题? 传统的观点认为, 训练后摄取最佳。 但最新的研究显示, 训练前后摄取蛋白质都是有效的。 关键是确保充足的摄入量。 并且,肌肉合成的黄肌时间, 不仅限于训练后的24小时。 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, 肌肉仍然处于合成高峰。 对于蛋白质来源, 建议均衡摄取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质。 虽然动物性蛋白质的氨基酸平分较高, 但植物性蛋白质有低脂、低卡路里的优点。 理想的比例为1比1。 最后,关于蛋白质补充剂, 乳清蛋白适合快速吸收。 而烙蛋白则适合在休息日或睡前慢慢吸收, 帮助在睡眠期间维持肌肉量。 最后是第三部分,蛋白质减肥法。 提到减肥, 很多人认为, 只要通过运动增加卡路里消耗, 就能瘦下来。 虽然运动确实很重要, 但首先要认识到基础代谢量的重要性。 基础代谢量指的是人体为了维持体温、 心肺功能等基本生命活动所需的最小能量消耗。 即使在静止的状态下, 身体也会持续消耗能量, 再加上日常活动所需的能量, 才构成我们一天的总能量消耗。 而基础代谢量占总能量消耗的比例约为60%, 这一比例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高得多。 比如, 两个体重相同的人, 如果其中一位是运动员, 他的基础代谢量通常会比普通人要高很多。 这是因为运动员的肌肉量更多, 那些尽管运动但仍难以减肥且容易反弹的人, 往往是因为肌肉量的不足, 导致了代谢率偏低。 更为严重的是, 即使运动频繁, 但如果蛋白质的摄入不足, 作为肌肉构建基础的蛋白质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, 肌肉的生成会停滞, 导致肌肉量减少, 基础代谢会进一步下降, 减肥效果自然难以显现, 甚至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。 因此, 如果忽视蛋白质的重要性, 在蛋白质不足的情况下, 继续运动, 只会陷入一个难以减肥的恶性循环。 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和增加肌肉量, 而不仅仅是消耗卡路里, 所以积极摄取蛋白质, 才是成功减肥的关键。 此外, 蛋白质不仅能提升基础代谢, 还能帮助防止暴饮暴食, 与碳水化合物相比, 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的速度较慢, 饱腹感更持久, 有助于控制食欲。 虽然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都能提供能量, 但蛋白质不会显著升高血糖, 未被利用的部分还会通过尿液排除, 不容易转化为体质。 因此, 如果想要减少体质, 可以在保持当前能量摄入的基础上, 逐步增加高蛋白质的食物比例, 来获得更好的减肥效果。 不过, 要注意的是, 蛋白质的摄取并非一次性大量摄入, 就能完全吸收。 过量的蛋白质会被排除体外, 因此, 应将蛋白质分散在三餐中, 或者通过零食如蛋白粉等补充。 持续摄取才是保持肌肉生成和提升代谢的有效方法。 接下来, 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 在前面第二部分里, 我们已经提到了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的区别。 现在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具体的食材选择。 例如, 在肉类中, 瘦肉如非力牛排相比牛腰肉更为健康。 鸡肉则以鸡胸肉和鸡胸脯肉为减肥的最佳选择。 胜过鸡腿肉。 鱼类方面, 金枪鱼、鮪鱼和鸟鱼都是高蛋白、低卡路里的优质选择。 建议在日常饮食中多加利用。 常备一些海鲜混合物可以让烹饪变得更加便捷且富害营养。 大豆制品如豆腐、纳豆、黄豆粉等也是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。 建议积极食用。 此外, 主鸡蛋、牛奶、豆浆和酸奶等都是获取蛋白质的方便食品。 作为小吃, 可以选择富含蛋白质的熏制奶酪、牛肉干、照烧鸡肉和奶酪铺烧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 这些食物的盐分较高, 不宜过量食用。 对于觉得鸡胸肉口感干燥、不易吓咽的人,可以通过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的食材来增加摄入量。 例如,在乔麦面或乌冬面中加入鸡蛋或炸虾天赋螺,或者在拉面中加入煮鸡蛋或叉烧肉, 再或在意大利面中加入海鲜并撒上泰尔玛干烙。 这种方法不仅能在摄入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增加蛋白质摄入, 还能避免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。 每次用餐时,务必考虑如何增加蛋白质摄入。 这不仅有助于控制食欲,还能提升基础代谢,最终实现更理想的减肥效果。 在讨论完饮食之后,让我们再来谈谈广为人知的运动话题。 为了保持健康和年轻的状态,蛋白质的摄入固然重要。 但适量的运动也是不可或缺的,并不需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。 只需每周进行三至五次有氧运动,以及两至三次无氧运动。 并且在个人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坚持即可。 对于有氧运动,快步走和其自行车是理想的选择。 建议在运动时将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%至70%之间, 以达到最佳的运动效果。 当然,每个人的体力状况不同。 如果感到吃力的话,可以适当降低运动的强度。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,以确保运动能够长期坚持。 在无氧运动方面,深蹲、俯卧撑和抬腿等无需器材。 场地也不受限制。 即使肌肉量较少的人也可以轻松坚持。 因此非常推荐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不要每天训练同一部位的肌肉。 因为受损的肌纤维需要在休息期间修复和增长。 一般需休息24至48小时。 例如,可以安排周一进行深蹲,周三做俯卧撑。 周五练习抬腿。 其他时间休息。 锻炼时要避免憋气。 动作过程中要记得吐气。 保持姿势时则自然呼吸。 运动动作不必过于复杂。 只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逐步增加运动量。 确保可持续性。 最后强烈建议大家将早上散步作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良好习惯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, 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。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 在下次的节目中,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